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你要去休息了 我也想去睡觉 占卜就是把既定的命运准确的展示出来 过度的修饰只会让人们产生物解 限制物欲是占星术实修行的一部分 只有简朴的生活才能窥探到世界的真实 正是因为无法更改 无可违逆 只能接受 命运才会被称之为命运 这么大的雨 不仅看不见星光 连水沾盘都模糊了 这些落雷究竟是从哪个星空降下的呢 纯净的溶雪之水 很适合用在水沾盘里 是个无需占卜 也能感觉到的好天气 占星术实的工作 是向人们明确地展示他们即将面对的命运 我也是这么做的 不过 总有些人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要写稿 不用占卜来赚钱 我才不会为摩拉而使用水沾术 我也不是因为这个而学习水沾术的 你的意思是 想要闲凉 我很少做这种浪费时间的事 而且稿子还有很多没写 不过 对象是你的话也不是不行 就当是换个心情吧 我的爱好 仰望星空 在这个真实的太过分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需要仰望星空 更何况 我还是个占星术士 仪器修缮费 预定的星象仪要补款了 学术杂志的订购钱也没交 还有下个月的房租 到底先交哪个比较好 果然还是 先把星象仪的尾款补了 不然被抢过光了就糟糕了 沙拉 沙拉是天底下最棒的食物 原料便宜 容易做 饱肚子 而且吃起来很方便 在写稿或者修理仪器的时候 可以很快吃掉 各种价格很昂贵 吃起来有很麻烦的食物 因为用摩拉去满足不必要的食欲 是低俗又危险的 命中当如此 我早已预知到了 再进一步 就能找到世界的真实了吗 不要 不能吃 好像在一旦到处似账 那是生活的爱情 约共青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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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吧